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颁奖典礼 由于定位为潮流圣典 在这样一个颁奖典礼上果然都是够潮够炫的 尤其是唱出了潮人心得不潮不用花钱的林俊杰 更是成为了红地毯上的焦点 2009潮流圣典近日在北京举行 众多艺人均以潮流装扮亮相红地毯 先前造型和潮流的着装虽然为众多明星赢得了不少现场的欢呼 但是林俊杰在红毯上看似不经意的极细舞蹈 却抢去了所有的风头 林俊杰前场抢进了风头 在后场他仍然成为了当晚最受欢迎的艺人 除了在现场赢得了最热烈的尖叫声之外 这者也不负众望地捧得了年度潮流价值人物 年度潮牌掌柜两星大奖 而在获奖之后 掩饰不住喜悦新线的JJ 也开始给在场的媒体上起了潮流课程 我觉得潮流这个东西必须要是很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刻意的 红地毯不一定要红 虽然捧得大奖的林俊杰心情不错 但是最近由于公司高层人员变动 JJ与公司即将解约的消息不进而走 对于这种说法JJ马上否认了 都是谣言了 因为虽然说前阵子公司有蛮多的人事变动 但是其实虽然有影响自己的心情 但是不会影响我跟公司的合作 也不会影响我在音乐上的发展